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分布弟子采购物品 基本都会到这仓乌山脉入口处的集市来 你想入宗门 我们韩月宫可不守男弟子 离这儿最近的应该是冲销店了 哦 这又是什么宝贝 这叫摄像机 可以把看到的东西都记录下来 给我玩玩 这也太神奇了 送你怎么样 那我就向那了 能抵掉欠你的霉神攻击员就行 哼 小气 把杀伍带给道爷交出来 好 道友 得肉人畜且饶人哪 好啊 我生平最讨厌你这种世强凌弱之辈 抑郁修士啊 看起来身上应该有不少西西宝贝吧 各位道友 不如我们联手干掉他 平分他的储物蛋 拿命来 都跟你说了别多管闲事 几个臭鱼烂虾而已 走吧 以后碰到这种事 可不要想着去管 修行戒可不讲什么慈悲仁义 弱弱强食才是生存法则 今晚就在我韩月宫的客栈歇息吧 我的地盘我罩着你了 哦 那就多谢玉仙子了 本小仙女先去打点一下 不能说一模一样 只能说毫不相关 走啊 送你的衣服还不赖吧 你怎么洗这么早 还不是怕某人丢下我走了 我本来也没说要带你一起走啊 哦 你不是想赖账不给我机缘了吧 不是赖账 是赦账 嗯 欠你的我不会食言的 拜拜了 喂 你站住 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 哼 想顾忌重生 别太小看我的反侦查能力了 好歹 我也是龙族首领 跟我斗 还是嫩了点啊 按那小丫头所言 往东越过三座大山 再行一百里 就是离这最近的宗门 冲销殿 我想加入冲销殿 依靠他的门路找其他人 这次就这些消息了 快走 哎 哎呀 别伤心 有些是会照顾你呢 哈哈哈哈 走吧 修行剑可不讲什么慈悲仁义 弱弱强识才是胜存反的呢 什么狗屁修行剑规则 如果路见不平都要袖手盘观 那我审了 还配谈什么找回伙伴守护人间 能给刘仙师做修炼鼎炉 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得上点儿 自己跟我们走 我再不跟你们走 哟 小丫头骗子 性子还挺强 来吧你 放开手中人质 立刻投降 别怕 我不是坏人 哦 这个可以疗伤止血 看 我没骗你吧 不流血了 是你打上了本仙师手下 哼 是又怎样 把本仙师的修炼鼎炉 乖乖交出来 否则 当心你小命难保 没想到 修仙的门槛这么低啊 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自称仙师 放肆 与风树 这么低级的修饰倒是少见 早期人类使用低尖法术的珍贵路向 不错不错 往右边点 哎 别影响够图啊 死到零头还胡言乱语 这就是反抗本仙的下场 嗯 这招打扫卫生不错 居然能用身体扛住这么多锋刃 你是武修巅峰 能不能来点给力的法术啊 天地自然 晖气分散 洞中玄虚 晃浪太原 根本没有灵力波动啊 怎么还挑起大神来啊 我等着你放技能呢 啊 这从未失手的伎俩 怎么护不住这小子呢 一定是太浮夸了 这次沉我一殿 天地自然 晖气分散 洞中玄虚 快点啊 我等法都谢了 再不动 我可要打断施法了 风树 撤 嗯 想走 鲜尸为套 军 拳 啊 哎呀 哎 第一线修仙者还真是不耐打 挨不住我武修一拳了 这还饶命 哼 哼 人死不能复生 别太难过了 我 我送你回家吧 爷爷没了 我没有家了 我得去找若雪他们 总不能带个孩子吧 大哥哥 你不用管我的 你能帮我报仇 还替我埋了爷爷 鲜尔已经很感激你了 鲜尔在这里就好了 下辈子鲜尔再报答大哥哥 小丫头 你 冰灵力 你是修仙之人 从来没有接触过修仙之术 难怪那流仙是想抓他做修炼顶路 这么看来 他应该是某种特殊体质 等等 特殊体质应该很受修仙宗派欢迎吧 神浪哥哥 是要回修炼之术才能跟着你吗 鲜尔可以学的 无论多难 鲜尔都可以学的 哥哥不是这个意思 我想带你去离这最近的冲销殿修炼 你觉得怎么样 都听神浪哥哥的 但听说冲销殿是个大宗门 他们会让我进去吗 当然 你可是宝藏女孩 她们欢迎还来不及呢 宝藏女孩是什么 就是冰雪聪明 天赋异禀 总之浑身是宝 哪儿哪儿都好的女孩 走吧 大哥哥 这傻丫头在强撑啊 我们用这个送别一下爷爷吧 就哭出来吧 炎花一世 生命一是如此 哭过以后 要笑着迎来明天呢 若雪 等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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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